好我們再做一題練習 就跟剛才類似 但是問了兩小題 第一小題就是 這樣對過來喔 20度C2公分 80度C11公分 然後現在有40度C 然後問你是幾公分 度C換公分 剛才是公分換度C 現在度C換公分 還有喔 我另外設計一個溫標 20度C就10M 80度C就70M 那請問你40度C是幾M 40度C是幾M 好請問你多少 來先做第一個 先做第一個 這個幾公分 40度C應該幾公分 40度C應該幾公分 40度C應該是多少公分 來我們找 你們看沒有20號 你們有34號 有 34號 30號 跟3號 上來 小心不要踢到他 上 把那個插掉 寫算是 把他寫過的插掉 也算是 把他寫過的插掉 把那個寫過插掉 每天都快速的插掉 有些人 天都快速的插進去 整個插進去 好 我們在那邊 還可以到那裡 超快的插進去 和這兩位 都不在 OK,學完就回座,學完就回座,另外一大哥不會啊,請坐 上面有寫的算法都是基本上正確,就是按照我教的做法,就是按照我教的做法,叫做比例相同 好,就是說,全部80-20,我有40-20,全部用公分算,全部有11-2,我有X-2,比例會一樣 所以就這樣劣勢,就這樣劣勢,80-20,40-20,比例一樣 然後就開始數學認真努力算,只要你的數學不會太爛,就應該不會算錯 答案呢,就會變成5公分,OK嗎?OK,下一小題是問,改成我這個制定的溫標,10M,70M 請問你,40度C是多少M?40度C多少M?OK,做法是完全一樣的 做法是完全一樣的 好,我們請帥哥這個人叫做2號,8號,跟31號 上來,2831上來,黑板擦掉,黑板擦掉,上來說,快點,快點 剛剛才答對的人是誰 剛剛答對的人是誰啊? 阿!這是我隊友 哇!真的啦 那妳是誰? 這... 啊! 這妳是誰嗎? 我問妳妳幹嘛? 真的啦 那妳幹嘛? 拿走!拿走!拿走! 幾號號碼? 3號 跟幾號? 打對人3號跟幾號? 30 3號跟30 趕快 多少M? 你寫那麼小幹嘛?寫大一點啊 自寫大一點啊 快點 天黑了世界末日很快 天黑了四合 你幾個咱喊 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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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送完一回家 OK 商人都算完了 基本上也都是正確的 商人都算完了 基本上也都是正確的 答案叫做 30M 比例相同 全部80-20 我有40-20 全部M 70-10 我有Y-10 比例一樣 往下算 認真算 努力算 答案就出來了 30M OK 好 這是答案 很簡單 最後一題 你結果可以把它背下來 有人就是用背的 因為呢 有人會卡 用背的就好了 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怎麼算 請問你 什麼時候攝氏溫標跟華氏溫標的溫度是一樣的 這是 S-C S-F S-C S-F 什麼時候是一樣的 有人會把它當作一個結果 又把它背下來就好了 因為考試有人考嘛 就把它背下來就好了 21 21 沒有 21 21 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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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啦 答案 答案 不知道 請坐 全部 全部一百減0 不知道減0 全部二一二減32 我也不知道減32 你不用去假設它 你不用假設它是正還是負的 你不這樣設就好了 它真的會調 所以第二次 計算 算完 是 負40 所以負40 這兩個刻度是一樣的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你可以把它當作結果把它背下來 因為考試會問 就是我們的動腦01 來問你有關於什麼時候華氏溫標跟社會溫標數字是一樣 OK